想成为公车司机来服务民众吗 基隆市公车处表示 今年接手R路线公车 因为急需心血加入来做好载客服务 将招募公车驾驶员证取40名 备取10名 薪资约有5万元以上 急需要我们民众的来加入我们这行列 因为我们最近也接了我们那个R系列的 包括R66、R82跟R86 那因为每天都需要 至少要有十几名的驾驶的人力 那所以说这一次我们就是在招考40名 还有备取10名的原因就是在这边 我们的薪资基本上来讲 都应该有5万块以上 包括加班费啊 包括我们的奖金的部分 就是你必须要是职业大客车驾驶 然后呢在我们基隆市涉及4个月 然后也必须要有驾驶的一年的 一年的职业驾驶的身份 我们是从8月18号一直到8月31号公开报名 然后9月24号考试 所以请各位有兴趣担任我们公车驾驶的朋友 在这个时间之内能够赶快来报名 我们也欢迎各位踊跃来参加我们公车处这个大家庭 因为我们公车其实服务我们基隆市的市民 急需要各位的加入跟帮忙 车辆方面公车处今年也将陆续增加公车的数量 来提升服务与调度 我们今年的9月我们会有6辆新的公车会加入 那我们现在陆陆续续也感谢谢市长补助我们有要买50辆 那个中古的巴士 那我们会把所有里面内部翻修 然后也把外部也翻修 那这样让整体的市民感觉我们的服务品质真的有提升 透过驾驶人力的招募和公车的太旧唤新 公车处长杨华中说 希望提升载客量能来回应地方民众的乘车需求 记者黄日生 陈淑平 基隆报导